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发到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在今天特斯拉的股票正式突破了800元的大关 同时也宣告Elon他正式成为全球最有钱的男人 超越了Amazon的贝佐斯 而Elon在成为全球首富之后 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他 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特斯拉在世界各地包含挪威以及中国 他的成绩到底是怎么样 而从其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讯息 最后我还帮大家特别整理出 特斯拉所有的收入来源 让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对应于他现在的股价到底算是过高 还是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内容咯 Let's go 特斯拉股价在过去这52周 真的是一飞冲天 他从最低点的70.1块 也就是分股前的大概350块左右 一路涨到现在破了800块 足足涨到有11倍之多 连带者Elon的身价也是跟着水涨船高 他现在的身价价值有1851美金 他现在是全球最有钱的男人 超过了Amazon的贝佐斯 不过Elon对于这件事情呢 他的反应倒是非常的平常心 他只觉得说这个感觉很奇怪 接着他就要回去工作了 真的不得不佩服他在工作上的态度 真的是非常的投入 大家知道之前特斯拉最辛苦的时候 他甚至是直接睡在工厂里面的呢 我自认为我完全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 所以他会成为全球首富 完全是他应得的 不管你是特粉还是特黑 不能否认的因为特斯拉的出现 带动全球电动车市场开始加速进行 我们在过去这一年也看到非常多的传统汽车公司 也投入了电动车这块市场 甚至还有更多专门只做电动车的公司也都出现了 而且都取得还蛮不错的成绩 所以对于地球环境上的改善呢 特斯拉可以说是占有功不可没的位置 当然我并不是说电动车就完全没有污染 但是跟传统汽油车相比呢 不能否认的他的污染绝对是少得非常多 所以我是非常开心看到不只是特斯拉 而是所有电动车产业在过去这一年 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 不过再恭喜Elan成为世界首富之余呢 安卓在这边还有一些消息要带给大家 希望对于想要或者已经在投资特斯拉的人 能够有一点帮助 首先就是关于特斯拉Model Y在中国 销售才没几天就有非常好的消息传出 虽然没有像网络上传的 每几个小时就卖了10万辆这么夸张 今年特斯拉也才预估80到100万辆嘛 所以10万辆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也很不错啊 才没几天Quarter 1的订单就已经全部卖完了 你如果现在下定Model Y的朋友呢 大概要等到Quarter 2才能够领车了 根据这个数字我们就可以来推估啦 上海Model Y的产能每一周大概是1到2000辆左右 所以如果一个Quarter来说的话 大概是5000到12000辆之间 所以我是预估才几天的时间特斯拉可能就获得了1万张以上的订单哦 还是非常的惊人 同时也代表着中国大陆对特斯拉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不管你喜不喜欢特斯拉 以现实上来说呢 他们就是卖的这么的好 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卖到1万辆以上 而在新能版Model Y的部分则是要等到第三季才会开始交车 不过不用担心在这段时间内 安卓还是会持续替大家更新关于特斯拉的所有消息 而除了中国之外 我们还要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欧洲的挪威 挪威在去年2020年所有车辆的销售里面 电动车占了54.3% 非常非常的高 除此之外 挪威也预估可以在2025年达到100%电动车化的这个惊人目标 而其中让我最为意外的是呢 第一名竟然不是特斯拉拿下 当然电动车在挪威可以卖这么好 是因为政府大力的支持 他有非常好的税收减免的优惠 除此之外 挪威也是目前世界上充电网路最发达的国家 也因为这两个主要因素 所以挪威的电动车卖的特别的好 而我们可以透过挪威 把它当作未来世界上电动车版图的一个缩影 但也因为这样 让我有点担心哦 因为第一名竟然不是特斯拉 而是奥迪的e-tron e-tron 2020年在挪威总共卖出了9200多辆车 对比第二名的model 3 卖出的是7770辆 但是大家其实要注意的是第三名 它是Volcewagen的ID3 它在9月的时候才开始正式发售 也就是它只有卖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它只输了特斯拉十几辆的距离 来到了7754辆 所以这个排名让我是有一点担心的 虽然model 3目前在欧洲 它的售价是比较高的 主要是因为运费的关系 但是大家看到e-tron 它的定价还是高过欧洲的model 3不少 不过还是很多的人愿意买单 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它的CP值大家可以接受 当然这个运费问题 渴望欧洲柏林厂盖好之后 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但是到底特斯拉能不能夺回销售冠军的位置 我觉得各位投资人一定要特别的追踪 而后面的追兵ID3 它是否在2021年会超过特斯拉 这一个也是大家要非常关注的 我们绝对可以以挪威来作为未来的一个缩影 因为现在所有的国家 美国各个州都在非常的积极推动 电动车以及绿能这一块市场 只是挪威现在做的比大家都还好 所以我也相信在充电网的方便性上 终究大家会赶上像挪威现在的方便度 而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各位消费者会选择哪一款电动车呢 挪威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借鉴 讲到充电 安卓在这边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 特斯拉最近刚更新了他们Supercharger的地图 所以大家也许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更新后的地图不但加入更多 即将要开张的超充站之外呢 它还放入了可能开张的时程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购买特斯拉 但是碍于充电的考量的话呢 不妨去看一下在你住家附近 是否有超充站在未来即将要开张了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带来的影片内容 希望你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因为这对我个人对我的频道而言 都是非常大的鼓励以及帮助 还没订阅的朋友也考虑按下追踪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周推出的各种有趣话题哦 接着我们就来聊一下特斯拉现在的股价 对应上它的收入来源 到底现在的位置是不是太高 又或者还有更大的成长空间呢 而在聊关于特斯拉的收入以及股价之前呢 我一定要在我的车子里面做这段影片 因为我们家的菜样呢 我的车子都是特斯拉的产品 所以我绝对不是特黑 我没有理由来看坏特斯拉 股票是这样子 绝对是大家看好这间公司未来的成长性 所以现在提早先进去成为公司的一份子 而把他的股价不断的推升 不过以目前特斯拉800块的股价来说啊 到底算不算过高 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可以直接造成股价涨跌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公司的获利能力 特斯拉的收入来源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其中第一个也是比重最重的部分 就是车辆的直接销售 这个销售包含有汽车本身 以及探权卖给其他的制车公司 还有像是全自动驾驶系统 EAP这些的销售都算在这个里面 这个部分占据特斯拉获益大约80%左右的比重 所以是非常重的 而其中卖车子的部分 我想要拿他跟Toyota来做比较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数字上面差距有多大 以市值来说 特斯拉现在是Toyota的三倍多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 Toyota在去年1到7月 全球的销售量大概是有450万辆车左右 而特斯拉呢大家都知道 去年整年大约是50万辆车 所以如果关于售车数量来说 特斯拉跟Toyota之间两者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特斯拉不会赶上来 我觉得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但是大家要记得 他的股价公司市值 现在可是Toyota的3点多倍啊 差距是非常的大 而他探权的部分 现在各家车厂都在极力的研发自己的电动车 而且不可会言的 有些车厂他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不错 就像刚讲的挪威Volkswagen的ID.3 卖的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在未来特斯拉还能够靠探权 赚取多少的收入 这个也是蛮令人担心的部分 另外还有就是全自动驾驶系统 现在全自动驾驶系统定价在1万块美金 很多人其实已经觉得有点太贵了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走向订阅制是正确的 但是呢未来特斯拉的下一波主流 也就是25000块的平价电动车 对于这些广大花25000块购买电动车的车主 他们愿意每一个月花一两百块美金去订阅全自动驾驶系统吗 对于这一点我其实也是持着蛮保留的态度啦 因为整年下来呢也是一笔蛮大的开销 对应他的车价其实有点不成比例 所以在FORCE OF DRIVING还没有办法真正达到LV5这个等级之前 到底能够帮特斯拉创造多少获益 其实也是蛮有待商榷的 所以到头来说最关键的还是特斯拉能够卖多少车出去 在2021年特斯拉预估可以卖出大概80到100万辆之间 不过回想到刚刚Toyota的数字 1到7月全球就已经卖出超过450万辆了 所以两者之间呢还是有个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这些数字特别提出来供大家作为参考 而特斯拉第二个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来自于他的service 售后服务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在2019年占了大概是10%的比重 其中包含有车子维修保养以及延长保固等等方案 这些都算在这个里面 这个部分当然会随着他车子越卖越多而逐步的成长 但是根据比例上来说也就是占大概10%左右的收益 所以并不是那么的举足轻重啦 第三个收入来源才是energy能源的部分 我知道很多人在讲特斯拉它是一间能源公司 而不是制车公司 但是很抱歉的 以现实上来说在2019年他能源的部分呢 只占了他大概7%不到的获益哦 而我家也是使用特斯拉的菜洋能服务 所以我真的不是在唱衰他们能源这一块市场 只是呢要提醒各位投资人 他目前在能源的部分占的比重算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千万不要太过高估 但在未来这块比重可能会拉高 但是是要多久之后呢 这就很难讲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目前还是着重在车子的产能方面 而特斯拉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收入来源 就是他租车的部分了 这个部分一直都不是特斯拉的强项 而且坦白说呢 他们租车方案真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如果不是必要的话呢 我不是很建议大家用租的方式来去拥有特斯拉 但也同时代表着 这一块是特斯拉将来非常有可能可以大力开发的市场 但前提还是啦 产能要够 不然卖都不够卖了 怎么可能会有多的车拿来租呢 对不对 所以终归一句话 还是产能的问题 特斯拉如果要对应上他现在这个股价 一年卖个四五百万辆可能还不够呢 不过还好目前看起来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还是非常的吃香 而在三月左右 柏林厂可能也要开始上线了 在那个时候特斯拉能不能够把欧洲龙头的位置给夺回来 这是我个人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因为参考挪威的数字 各位投资者可能要一点警觉性 结合今天种种的数字呢 我只能说特斯拉现在在一个算蛮高的位置 但是投资者的信心可能比这个位置还要更高 所以他能够不断的推动他的股价 而我唯一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不要压你的身家在单独一间公司上面 因为这个风险真的太大了 即使是特斯拉 而在未来几年特斯拉能不能够继续往一千两千的方向迈进 又或者他是那些买空的人所讲的现代郁金箱泡沫呢 附来一提那些买空的公司现在应该都还蛮惨的哦 我个人真的很不建议去做买空股票这种事情 我们就接着来看看特斯拉到底可以涨到什么样的地步 但如果你想要采取一些比较稳健赚钱的投资方式的话呢 欢迎大家去看这边的影片 我在里面有教大家怎么样去稳健的投资 今天的影片就先跟大家聊这边 感谢大家欣赏 我们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啰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